斗破苍群年番28集预告已更新,这一集预告剧情总算要精彩起来了,而且打斗特效也终于是跟上了下面一起来看看吧。 首先萧妍得知足中变故,为了给萧家报仇,二哥萧力康复后,开始勇闯会奖育。 萧妍也开始一样的努力,不仅摆下擂台与强者较量,还在此进入天坟练气塔身处修炼。 不过萧妍刚进入塔中,就遇到了号称姚大美人的姚成,前来挑衅,位列强榜第17名。 有七星斗灵的实力,至于她为什么挑衅萧妍呢?因为她和柳琴关系很好,而且她还喜欢柳琴的表妹柳菲,平日里就没少现殷勤,但是偏偏萧妍又和柳菲有过节。 于是主动找上了萧妍,要为柳菲出气。 从建模上来看,姚成的阴柔气息还是蛮还原的,虽然穿着那院学生的服饰,但加入了红色元素,显得比较妖娆,走入姿态更是如此,在塔中萧妍与姚盛大打出手。 虽然萧妍等级不如姚胜,但随着时间推移,萧妍最终也是击败了姚胜。 姚成做梦也没有想到,会输给一个二星斗灵的人,而且随着她这一输。 本来对她有一点好感的柳菲,直接嫌弃她走开了,姚成这次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。 打败了姚大美人后,萧妍便前往修炼时修炼,只是刚进入状态没多久,天坟炼气塔就出现了一样,那院长老让学生们赶快逃出天坟炼气塔,而造成这一切的,便是陨落心炎。 本来陨落心炎还需要几个月才会进行反扑,没想到提前引发了暴动,为什么呢?关键就在于萧妍。萧妍身上有着两种异火,异火之间相互吸引又相互为敌,陨落心炎已经诞生灵智,所以感应到了萧妍身上的异火。 而且陨落心炎还有一种特殊能力,那就是能够引出别人心中之火。萧妍当场就被陨落心炎搞得失去理智,直接狂性大发,但是还好有要老护着。 而且还有天坟炼气塔内的众多长老,所以萧妍最终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此劫。 萧妍因为青年帝新火的缘故,清晰地感知到了陨落心炎的暴动,也知道自己夺取一伙的机会要来了,可是当她逃出天坟炼气塔的时候,却在入口处碰到了内院大长老苏千。 本来萧妍以为苏千大长老拦住自己,是因为发现自己来塔中墓地,不过事实并非如此,苏千大长老之所以拦住萧妍,其实时向她求助。 虽然萧妍实力弱小,但因为有青年帝新火,潜力无限,苏千希望再陨落心炎下次暴动。 自己和其他长老束手无策的时候,萧妍能够出手帮忙,化解内人危机,镇压了几百年的陨落心炎,终于是破风了,马上要重见天日了。 万众期待的陨落心炎明场面,也终于是要来了。 在接下来的剧情当中,萧妍和美杜杀女王黑黑黑的明场面,就看到时候官方做得如何了。 希望不要让粉丝们失望吧。